欢迎来到云上俱乐部YouTube频道 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安省辅助设备计划 Assisted Devices Program 安省辅助设备计划它的书写叫ADP 这个是安省政府对于需要一些辅助设备的 一些残障人士的一个特别补贴计划 这个计划就是身体的残障原因 然后您需要购买一些设备或者一些用品 而且这种设备可能是需要使用它们长达半年或者以上 那么你就可以去跟政府申请这个特别的补贴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来安省政府的官网可以看一下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安省政府的官网 这是健康部的网址 这个网址就介绍了这个Program 叫Assisted Devices Program 这个Program就是说 如果您是有这种长期的身体的残障 然后您可能就有需要去购买设备 或者一些用品的话 安省政府是可以给您一些帮助的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它这里面介绍了哪些方面的内容 首先就是什么人有资格申请 还有这里什么人是没有资格申请 怎么样去申请呢 然后在这个COVID期间 那么这个Program是怎么样去运作的 这里呢是Information for Ventures 是对供应商的一些信息 这个是对申请 对这些设备的申请人和接受者的一些信息 这个部分呢是讲是政府通常对这些设备用品的Cover的比例 大概是多少 那么还有一些呢是属于不Cover的一些领域 这里呢会讲到就是用品的一些维修等等 然后这里呢就是一些机构 他们也可以给一些残障人士 这些残障人士也包括长者 那么这些机构呢是可以帮助这些人士的 这些机构叫Eastra Seals Ontario 然后这个叫March of Dimes Canada The World Amps 这个叫QAnis 这个Lions Club 所有这些机构呢都是为残障人士提供服务的 一些社区机构 那么其中有一些社区机构呢 本身的运作的人是残障人士 所以这是加拿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有很多社区服务 那么不同的社区服务提供不同的人群 这些呢是提供给残障人服务的社区机构 我们还是来到我们的PPT 来看一下这个安省健康部 对这个ADP Program的一些具体的介绍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申请的资格 要申请ADP Program 那么您需要具备以下的条件 首先您是安省的居民 第二点 要持有有效的安省健康卡 所谓有效的安省健康卡 就是您的这个健康卡上 有您的姓名 您的有健康卡的号码 还有您在每一个12个月当中 您要在安省居住至少5个月 也就是153天 第三个条件就是您身体有残疾 然后呢需要一些设备或用品 长达6个月或者更长的时间 那么这项补贴呢 和申请人的收入没有关系 这个和其他福利呢 相比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通常不管是安省也好 还是联邦政府也好 通常的福利补贴都和收入有关 那么这项服务 那这项补贴呢 是和申请人收入是没有关系的 所有人都有资格申请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ATP program 它涵盖的一些内容 包括住行器啊 住听器啊 通讯工具 视觉的辅助设备 糖尿病设备用品 呼吸设备用品 家庭的那些供养的设备 还有很多其他的 那么在于政府的资助上 对于一般的这些设备和用品 政府通常是承担75% 个人呢 是承担25%的 但是呢 对于一些特别的用品 那么政府呢 它会承担100% 比方说如果 您需要一些氧气装置的话 那么政府呢 可能就会提供 全额的补贴 另外呢 对于一些特别的用品呢 那么政府是承担 一定的固定的金额 比方说 如果您需要助听器 那么政府呢 就是规定 您的每支 每一个耳朵 比方说右耳和左耳 它是不一样的 如果您只配一个助听器 那政府会补贴你500块钱 如果您两个耳朵 都需要助听器 那么政府呢 会补贴1000块钱 刚才我们提到 就是政府呢 也给大家提供了 一些专门为残疾人 服务的一些组织 那么如果呢 对于有些残疾人 或者长者 那么他有可能 连自己要支付的 25%的那部分金额 对于这些购买者来说 可能都有困难的话 那么您可以去向这些机构 去提出申请 看一下他们是不是 能够帮您解决 那个25%的经费的支出 有关设备的保养和维护呢 安省政府规定 保养和维护呢 是使用者个人的责任 如果有任何需要维修 等等的费用呢 是需要个人去自己去承担的 政府不会负责 这一部分的费用 那么这个ATP Program 是怎么样去申请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要申请这个ATP Program 它是和其他的 这个申请不太一样 因为你按照您申请的 每一个设备 那么它的申请的方式呢 都是申请的表格 都是不一样的 每一个设备 都有自己特定的申请表格 就是刚才 这也是刚才我们显示的那个官网 我们直接往下拉 这个地方有一个How to Apply 那么How to Apply的时候呢 它就列出了很多的这些项目了 你比如说有住行的这些设备 有听力设备 也就是住听器等等 这个交流设备 刚才我们已经介绍到 那么每一种设备呢 它都有一些具体的信息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点开第一个来看一下 它的一些申请的方式 现在呢 我们就点开了 安省政府这个 有关这个ATP Program的这个 驻行 步行器的这些 辅助设备的一些申请表格 在第一部分呢 就是安省政府这个 ATP Program的联系方式 下面是联系电话 还有Tofree电话 然后TTY电话等等 后面呢 这个右边呢 就是它这个Funding Program Application for Funding Mobility的Devices 有关这个不行的这些设备的一些申请的表格 那么这个表格的第一部分 Section 1 那么就是有关申请人的一些基本的信息 然后您的姓 您的名 健康卡的号码 Version Code 生日 性别 然后您 如果是住在Long Term Care 还要写上您的这个养老院 或长期护理院的名称 下面呢 是您的地址 您的Unit Number 接到号码 然后接到名称 城市 邮编 您的电话号码 如果有工作单位的话 公司电话号码 下面呢 是您对有关福利的一个确认 您是不是有申请过 社会福利 这是福利金了 如果是有就是Yes 没有的话那就是No 如果是Yes的话 您要确认一下 您是申请的是什么福利金 是Ontario Works Program呢 还是ODSP Program Ontario Works就叫做 安省的这个福利金计划 这个ODSP呢 是安省的这个残障人的知识计划 那么第三个呢 是对于有严重疾病 的孩子的这个知识计划 叫ACSD 那么下面呢 他还问就是 您是不是已经有资格申请 另外两个项目 一个是WSIB 这是工商保险的局的 一个给你的帮助 如果有就Yes 没有的话就是No 第二个呢 就是Votarian Fair Canada 这个呢 是加拿大的这个 对于这个军人 军人的这个 有没有这个计划 如果有就是Yes 如果是没有就是No 这些退伍精神的 这是两个部分 那么第二个部分呢 这个就是由 跟ADP Program有签约的 这些 就是理疗师 包括职业理疗师和物理治疗师 由他们来填写的内容了 由他们来填写 您的身体的状况的一些 评估 这个评估呢 表格非常的长 那么这里呢 我们就不对 评估内容进行介绍了 因为这个是由专业人士做的 我们现在直接往下拉 拉到这个第三个部分 这个是我们和我们申请人 有关的了 然后Section 3 就是申请人的 Concent和这个签名 Concent就是同意书了 就是你要同意这个 就是安省健康部 要收集您的资料 您的个人资料去评估 您是不是有资格申请这个 这个ATP Program 然后申请如果同意了以后呢 您需要签字 这个地方就是您的签字了 Signature 这个是非常重要 您作为申请人一定要签字 才能够去申请这个Program 然后这个地方呢 如果是申请人 你就在这里点勾 如果是您的带领 就在这边点勾 申请就是您的签字的日期 写在这儿 那如果您个人已经没有能力 去给您自己做签名的话呢 您可以由家 就是您的其他的 和您有关的这些人士 来帮您填这一部分 这些人士可以是您的配偶 或者您的父母 或者是您的那个监护人 或者是您的公众的这个Trustee 或者是您的那个 您的那个授权 授权书的授权人等等 那么他们也要填上 他们的信息 他们的信 他们的名 他们的地址 他们的电话号码 公司电话号码等等 这些联系方式都要填上 然后呢 这个是您的这个申请人的 信 申请人的名字 申请人的健康 卡号码 还有您的这个Version Code 就是那两位数字 好 第四个部分 Section 4 这里是签名 这个签名呢 就是您的那个专业理疗师 或就是职业理疗师 和物理治疗师 他们的签名了 他们要确认 他们是对您的身体状况 进行过评估 然后认为您是能够确认 您是能够申请这个ADP Program的 如果他们确认了 这些消息的信息之后 他们要签名的 这是他们的信 他们的名字 他们的电话号码 然后呢 这是他们和这个ADP Program签约的 一个专门的号码 好 这里是他们的签名 签名的诊断的日期 最后一个部分 就是供应商的一些信息了 供应商他们的business number 他们的公司的号码 然后呢 他们在这个ADP Program 也是他们所有这些供应商 他们都要和ADP Program要签约的 有一个注册号码 叫他们的registration number 然后呢 他们也确认他们收到了这个申请表格 然后呢 他们会就是所提供的这些信息呢 也都是真实的和正确的 这是他们的代表 这个是供应商的代表的姓名 他们的title 他们的职位 然后公司的地点 公司的电话号码 他们的公司代表的签名 签名的日期等等 这是下面这个是第二个供应商 如果你有几个的话 这是不同的供应商呢 第一个供应商 第二个供应商 这些的信息呢 都是一样的 全部把这些信息全部填完之后 然后还要把这些补充的这些信息 都要把它填完 填完把这些信息填完以后 理疗师等等 由他们把您的这个申请表格 递交给安省政府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再给大家简单的回顾一下 申请的步骤 申请的步骤一呢 就是对于我们申请人来说 我们要去查找一下 和ADP注册的这些职业治疗师 或者物理治疗师的联系方式 那么要查找这些 物理治疗专业人士的话 我们可以到刚才的这个 安省政府健康部的网站上 他们是有专门的信息 去帮着我们 去怎么样去查询这些专业人士 那么通常呢 作为申请人 我们可能要联系 不止一个了 然后您可以去不同的 这个专业人士的地方 去咨询一下 然后呢 找到您认为 您最信任的一个职业治疗师 或者物理治疗师 来给您作为一个 评估 第二个步骤呢 就是要接受 这些在ADP注册的 这些职业治疗师 或者物理治疗师的检查 第三个步骤呢 就是我们申请人 和这些职业治疗师 或者是物理治疗师 要共同一起 把刚才我们看到的 那些申请表格 要共同的把它填完 那么第一部分呢 是我们申请人的信息 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专业人士 来填表 整个这个表格要填完 然后呢 我们每一个人 就要把自己该签名的地方 要把它全部签完 那么第四个步骤呢 就是我们申请完以后呢 提交申请 那么如果得到批准之后呢 就可以查找 在ADP注册的这些经销商 然后去购买 您所需要的设备 这个递交申请 那么它的方法呢 主要是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 来去递交 安省政府 通常在处理这个ADP申请的时间呢 一般会在八周之内 就可以做出 是否同意您申请的回复 如果您的申请获得通过的话 ADP Program将会通过邮件 就是mail就是普通的邮件 联系您的物理治疗师和供应商 这个就是好消息了 如果我们对这个ADP Program 有任何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邮件 叫adp.ontair.ca 通过邮件呢 这个是电子邮件 去查询了解 有关这个Program的 任何的你想了解的问题 也可以上网站去查询 网址是www.health.gov.on.ca 如果我们要通过邮件 就是普通的信函的方式 联系这个ADP Program 这里是他们的联系方式 有关安省政府辅助设备的 这个资助项目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如果大家对云上俱乐部 有兴趣想加入的话 您可以扫一扫 我们小助手的二维码 然后我们小助手呢 就可以把您拉进 云上俱乐部微信群 如果您对我们的内容 有任何问题的话 您可以在留言处 给我们留言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 欢迎订阅 点赞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视频再见